朝韓领导人历史上曾有三次会晤 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曾在2000年和2007年 分别与韩国总统金大宗和劳武元会面 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宗访问平壤 与金正日会面开创历史 金大宗对于朝鲜奉行阳光政策 在他的推动之下朝韩成立开城工业园区 展开经济合作 金大宗亦都因为这样获得洛贝尔和平奖 2001年美国就说伊拉克拥有核武 会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殊就警告朝鲜 不要报伊拉克后陈 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 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的凄惨下场 令到朝鲜改变发展策略 金正日加紧步伐 大力发展核武 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的最大实质是 美国的威力和企业 领域上升 没有任何目标都会破坏 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的 2007年时任韩国总统劳姆元 在即将卸任前决定访问朝鲜 他是金带中阳光证实遗产的追随者 而青亚台的秘书长 正正是厌任总统文在寅 但是劳姆元下台之后 韩国进入保守派统治时代 对朝鲜的姿态日趋强硬 双方紧张对峙11年 先迎来第三次首脑会议 金正恩拟败了核武 金正恩没有核武 他的武器 他有核武器 他有核武器 但不是真实的武器 但是这次他有武器 所以他的姿态 你认为他有更强的姿态? 是的 金正恩现在有核武器 拥有核武器的金正恩 遇上对朝鲜温和派的文在寅 和出牌毫无定数的特朗普 是否代表朝鲜半岛 会结束延续68年的战争 迎接长久的和平 被创业 住进去 好的